小朋友无知叫嚣 但眼前这幅景象却令人不忍直视 中国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无意廉价迎来大批游客 不掉一只白孔雀为了躲避游客骚扰 无处可逃 被逼着飞上空中火车轨道 结果惨遭拈毙 无辜成了轮下断魂 不少中国网友为白孔雀叫区 痛批自家人文明素质低落 同样也是动物遭殃 江苏一座动物园一名女游客 为遵守规定闯入陆群园区 反被击倒在地 其他人赶紧上前救援 河南临州则是有大批民众 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 以狗爬式在悬崖峭壁中前行 精神景象令人捏拔冷汗 当局表示此处是未开放风景区 随后针对率队人员进行惩处 海南知名漂流景点西面上几包游客 严重堵船 网友笑称根本是在下水饺 变成碰碰船 中国游客长驾出游 夸张行径层出不穷 甚至还把无辜孔雀逼上绝路 令人摇头 三连新闻系统和报道 三连新闻系统和报道